有一次啊 有一位居士 是我们农产师的信徒啊 他的父亲过世 过世了以后呢 他们 换衣服怎么样子也 换不上去 他那个身体不软的 硬的 他们穿衣服的人呢 念阿弥陀佛念得好久了 念了一身的汗 好紧张的呀 把他穿衣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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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替他穿衣服 就是穿不上去 他说 我去的时候 我说慢慢慢慢 不要紧不要紧 我来讲了几句话 讲了几句话以后呢 你们再穿啊 他是本省人 我是大陆人 我是讲的是 过于又不标准 那我就讲给他听 我是讲得很简单的 就是要放下来了 你已经过世了 你已经过世了 现在我是来给你送行的 你一心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就在你面前了 你赶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这么上师计划一讲 身体软的 衣服就一下子穿上去了 我又没讲闽南语 他也听懂了 而且身体就是软下来了 跟着我就去了一个徒弟说 师父你真厉害 我说我不厉害 是伏法厉害 我说的伏法 这个我有什么厉害啊 用伏法任何人都能用 你们任何人都可以用的 不要说师父你厉害 我不厉害 伏法有用 相信啊 相信 一定要相信 否则的话 这个世界上只有找师父来 其实师父也是普通人啊 师父只是对伏法很相信 一天天的信心